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好陪家人 对 然后让自己努力学习 将来能够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 别走 不行啊 我得走啦 我还要去别的群啦 恰恰恰恰 恰恰恰 谢谢大家 特别开心 我刚看到有人说我去哪里说的都一样 因为我去哪里都要跟你们说一些谢谢啊 对不对 我希望就是 还是那句话 好好陪家人 然后也要照顾好家人 还有就是让自己越来越好 多学习 然后多经历 然后提高自己 希望你们能够早日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梦想 我们一起追逐我们的梦想吧 怎么样 是不是很官方 但其实说的都是奇话 别闹了 我这都要准备睡了呢 明天一天还要工作 我 下次吧 下次 再陪你们好好聊天 记得啊 你们也要早点休息 晚安 哇 你们这太假了 你这空降四群受试事情 鬼姓 都给我一起婚 什么发自拍啊 都准备睡觉了 明天要工作一天呢 你们也是 就还是那句话 谢谢你们 然后很开心 还有就是 糟糕家人 不要让家人不开心 还有就是照顾好自己 加油 可以的 早点休息啊你们 我转场了 你们也是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不要随意出门 然后一定要做好安全措施 还有就是要 监督家人 照顾好家人 不要跟家人吵架 要照顾好自己 让自己越来越好 真的 其实 一直以来就是 没有你们和我的公司 我生日都是很随意的过的 有些时候就是 基本上 基本上我的生日就是 随便过过 真的 我也不去 我也不干嘛 但是有了你们之后 就是让我觉得 这么多年 我的生日 有了意义 因为从我读书啊 一直以来 我的生日就是 没所谓的 我会自己给自己买个小蛋糕 对 所以我还是要谢谢你们 让我觉得 本不重要 然后也本不在乎的一个日子 变得就是 很开心 对 你们也要早点休息啊 我就明天还得工作呢 好 我转场了 嘘 你们先听 不要聊天 谢谢你们 谢谢 我很开心 但是 还是没句话 我说了很多遍 就是 我知道 你们 还有其他地方 很多人年纪都很小 但我希望你们就是 能够好好学习 就是能够把时间都抓住 然后照顾好家人 好好陪伴家人 不要让家人不高兴 等你将来你就会明白 我说的话 但是呢 你现在 你们现在就是 我不要做到就是 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很多多余的地方 我希望的是 你们的青春都能够 嗯 那我想一个词 怎么形容呢 你们青春都能够 朝气蓬勃 这是什么词啊 那我再说一遍 希望你们都有个美好的青春 然后 都健全康康平平安安的 肯定会有人说官方 但是 不是官方 是我自己说的 对 不要心碎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谢谢你们 真的 还要重复一下那句话 你们可别见我老头 就是 照顾好家人 陪好家人 不要让父母不开心 都听他们的 然后 照顾好自己 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追星 不要把时间浪费在 网络上 把时间 降为己有 多去提高自己 让自己越来越好 我相信你们大家都可以做到 然后我们一起 朝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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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 我希望我们 岁月 时间的速度能比我们 父母老去的速度要快 所以我们一起加油 加油 早点休息 不要熬夜 嗯 只有身体 健康 还有家人最重要 其他都不值得 嗯 你们这 跳得太快了 点都点不进来 谢谢你们 然后就是 要 保护好自己 照顾好家人 不要让家人不开心 都陪陪家人 然后 嗯 你们肯定会觉得 每一个人说的话都一样 但这就是我想对你们所有人说的 把时间 都留下来好好努力 照顾时间 还有就是 希望你们越来越好 爱 你们 不是 因为 你们的美口里 我越来越 阿勒索 好啊 不跟你说了 早点休息 不要熬夜 你们的 祝福 祝我生日快乐 谢谢 然后呢 就是 我觉得很多话都在心里吧 好好 照顾家人 好好陪家人 不要让爸妈不开心 因为家人是最重要的 还有就是 好好对自己 让自己越来越好 多余的时间 小追星 多把时间在学习上 嗯 然后 我依你们所有人 大家为家傲 一行努力 风声劲 诺诺诺 划不划路 从什么内 都不想走 也不想怎么样 就是希望能够有戏拍 然后 嗯 你们能够看我的戏 还有就是 我的戏能够给你们带来一些欢乐 或者轻松 或者愉快 嗯 就够了 你们带来休息 我要专场了 准备我